到底是什麼家誰才是行家 我是丁靜怡 今天這位來賓 她上次上節目 不僅帶來了很多的寶物 還有帶來她的感情故事 雖然說有些不順遂 但是聽說這一次 她帶來了寶物裡頭 就有希望可以讓她轉運的 但是我不知道 有沒有發揮作用呢 今天好好跟她聊一聊 因為她在改名字之前 也叫靜怡 所以我覺得我一定要 特別照顧她 先來介紹我們的 超強大鑑定團 大堅定金品執行長 秦思琳 秦老闆 大家好 珠寶設計藝術總監 廖娘廖老師 大家好 還要歡迎今天帶來東西 非常厲害的黃紫棋 哈囉 大家好 又見面了 靜怡姐好 上次我們是疫情的時候 是 我們得怎麼樣 戴著口罩 而且隔十萬八歲醫院 然後中間還有隔板 是 小老闆有沒有印象 那個時候 那個時機真的很困難 好辛苦喔 而且那時候你知道 紫棋就一直跟我講說 我真的 我感情路很不順 所以我是一心想結婚的那個 是 到現在都還是有 很少有女生這樣耶 真的 你知道靜怡姐 我周邊有很多的朋友 都會說 那個其實是羨慕你的好不好 對 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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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人比較好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 對不對 如果有適當的對象 當然可以試試看囉 不要拒絕 也不要排斥 她沒有拒絕 她也沒有排斥 我說的正是妳 妳就是從來沒有拒絕 也不成排斥 我現在也沒有機會選擇 也沒有辦法排斥 靜怡好像是第一次約會 就下定決心嫁給那個人 對不對 第一次約會 就覺得這個不錯 但好在她之前 我也看過蠻多的 是 好險 真的 好險是怎麼樣 就是有先看過一些 好險嫁對了 然後而且嫁對了 這很重要 所以你知道多看一些 就像寶物一樣 你多看就越會買 因為我不知道 上次子齊帶來的寶物 還不錯 結果她幾次帶來的東西 是越來越厲害 是完全是來踢館的 你看看這兩隻 真的 真的都很厲害 她把好東西今天 全部都帶來 你看有這麼繽紛的套組 這個我覺得待會兒 廖老師很多話要說 是啊 我是覺得她今天來就是要 踢我的管子 你看得出來 因為你不覺得這個 也很像你的 你會帶來東西嗎 這些都很像你會 你喜歡的東西 我是覺得 真的很厲害 一件一件來看 因為第一件這個藍寶戒指 是 我就 深深被吸引了 對 因為你看看這個藍 有濃度的 這個寶物它是我的 你戴起來看看 他們觀眾才可以了解說 為什麼叫做不規則 你知道嗎 因為我剛剛在拿的時候 我還想說 怎麼樣拿才是 才是 才是比較 比較正確的 才知道說 原來她的設計是 就像妳講 還有一點這樣 波浪的感覺 對 不對稱的 不對稱 然後你看看 她索好漂亮 顏色又很中性的 那種感覺 這個藍真的很漂亮 我讓請老闆近距離好 好 這是一個 跳脫思維的一個形狀 對不對 是 但是因為講到設計 你知道廖老師就有很多話說 廖老師像這樣子的 他覺得是一種 比較跳脫傳統的 是 這樣子的 您覺得有什麼意思 那個款式哪有 跳脫傳統 那個就很字式化 很標準的 像這種很 我們在講說 這種線條狀的一個款式 它是很標準的 只是這個線條轉那邊 轉那邊 轉那邊 就差別在這裡 對 最重要的是相公 這一種標準款呢 其實久了以後 就叫做 經典款 是 那經典款呢 就必須要講究它的 技術相公 我們在相公的部分 是不是有特別的乾淨 你那K金的 K金腳的部分 是不是處理得夠乾淨 然後那個爪子 是不是很對稱 因為那個鑽石 完全一次的大小 所以它爪子有沒有很對稱 這個非常的重要 是 那你如果說 是一種很簡單的一個 相公的款式呢 你還把那個 一些爪子處理到 帶了之後會髒髒的 在人家看起來 那個視覺呢 就好像是你那個軍隊 那個軍隊 你一連站出來的時候 飆兵 一夜一夜 非常整齊 然後你從上面看的話 只有看到頭盔 那就是標準的漂亮 那你如果看起來是 亂亂的 髒髒的 那個鋼盔也沒有帶證 這樣 就難看了 有沒有證 我們交給這個團隊 來放大看 但是我比較好奇 你是怎麼樣拿到這個 這個的話是 我跟他買的 他轉賣給我的 真的 今天我覺得也是要 檢驗一下 好奇妙的感情 是不是真的 因為買得好 買得不好 買得貴 還是買得便宜 影響這一段友誼 因為他是用 賣給我的 而且還是非常吉利的數字 那慘了 為什麼慘了 不是 只有你跟他 關係打壞而已 我看我們感情也不保 為什麼 我跟鮮鮮也是朋友 今天你買他的作品 你讓我來打擊他 那怎麼辦 好尷尬喔 好在剛剛前面我們還沒講 你才敢講成這樣 這個軍隊有沒有排整齊 對 這一些 你看那個爪子就知道了 放大來看一看 好 來 大家來看一下 這顆藍寶石呢 我們把它放大了二十倍以後 大家可以看得到 這個爪子 這個藍寶石有一邊 有一邊它有一點 漏光 所以你這樣看起來 它有一個洞 是 就是光線進去以後出不來 對 它有一個洞 也就是說 這顆寶石的內涵物 不是很均勻 那個發射 製色元素不是很均勻 所以說戴起來就會有一點怪怪的 來 所以這是為什麼它要做斜放的原因嗎 那不是 所以你看 我跟你講你不管你再怎麼設計 你設計到什麼樣程度都沒關係 主堡石是不會變的 對不對 你要怎麼樣去設計斜的正的 但是主堡石它不會變 你可以看到是不是 對不對 是不是有一個白的 有耶 對不對 是不是白的 我們要這樣看 對 白的嘛 我們在電視機前面要這樣子看 是 跟你講 可能林軒自己 他都不知道這件事情 可能 這也代表 有一些漏洞 林軒你趕快說 是不是你自己不知道 你現在才知道 你 你看看 他自己都嚇到 他剛剛聽情報本說 這個怎麼真的是 我們那樣肉眼看 有耶 白色的 就漏光 不過 因為你買的價格才六萬嘛 對 這個我覺得 也不可以太過嚴格 因為只有六萬塊錢 是 藍寶石只要是真的 對 他應該都是在 對不對 而且他有一些祝福在裡頭 因為主要是 林軒她說 過去她在演藝圈 受到矚目的時候 就是 帶對珠寶物件 他說那個時候 就是帶了這個藍寶的戒指 他很多的戲就接種而來了 那我一聽到我想說 好幾乎要扮 這個好運要傳承一下 傳承下來很重要 對 我就想說 那這個可以轉賣給我嗎 這個六萬 搞不好可以讓你賺個六百萬 沒錯 對不對 邀約不斷那你就划算了 是 那這個部分怎麼計家 就是說有片約不斷 這怎麼計家 那就分紅給你 分紅給你 對 等於十字意義其實是更大 是 對不對 好 林軒賣給你之前 她有沒有跟妳講說 她當初買多少錢 她當初買大概是 十二三萬 十二三萬 就連台嗎 對 整個 好 連台 OK 好 那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給多少錢好不好 她可能比你緊張 她在旁邊 她嚇哭了 想說 可以讓我哭影 她在那邊好喊 好 來 請 請見價 五萬元 林軒 姐妹請 這個一萬的價差 我可以講話了是不是 可以 那一萬是坐計程車的錢 因為平東坐計程車買的 那可以體諒 可以體諒嗎 我還開了 愛情平生 平生 本來想說姐妹情思 就到今天為止 她也被騙了 她真的她也不知道 不是 她其實不是被騙 就是說這顆石頭 原本就有這個缺點 就是說它的那個製色元素 它就 然後另外一邊沒有 它就中間就看起來 白白的這樣 這是它的一個缺點 不過它是 是 那這顆石頭的顏色 其實如果白的不疏忽的話 疏忽掉的話 那個顏色還是行的 漂亮的 我的看法 它應該是 所以只是可惜 它有這個先天缺點 不過沒有關係 朋友的感情比較重要 好不好 就算吃虧 也忍氣吞聲 忍氣吞聲 忍氣吞聲 這樣 感情比較貴重 貴重 吃虧當服飾 姐妹情 對 是在的 老師 是 在這個設計款上面 我必須要一直強調 就是說 你要如何把它的缺陷 變成是一個 一個女的焦點 那如果說 以這一個藍寶石 因為它是斯里蘭卡的藍寶石 然後有一邊是有色的 一邊無色的 這是它的特徵 這個就是 證明它是真的沒有燒過的 所以它保留那個有顏色 跟沒有顏色 但是因為太明顯了 那怎麼辦呢 在設計的技巧上面 第一個 你可以把這個藍寶石 稍微有點偏斜 第二個的話就是什麼 你旁邊的 因為你那個藍寶石 是很重的顏色 旁邊你全部都白鑽 變成是怎麼樣呢 一個白色的畫布 你又點了一個黑點 你永遠都只有看到那個黑點 那你如果說把它用成漸層 在設計上面的話 你變成是漸層 藍色的部分 那你就讓它慢慢擴散 比如說這一邊 因為藍寶石有一邊是 有一邊是比較深的一些 一邊是比較淺的 那沒有關係 你就是從淺的再蔓延到 變成是深的 那它就會變成是一個 好的設計 但是這個也有講 你只有相攻 因為相攻的話 有可能也是決定 勝負的時候 是 都是學問對不對 暈染的效果那種 但是戴起來 其實還是很漂亮 因為手漂亮戴起來就漂亮 請問一下 敢問 你自從 既納了這顆藍寶石以後 你的片約有增加嗎 那可以啦 那一萬的效果就已經 可以拋出腦後了 沒事 對 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了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衛視或是掃描 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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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